用高浓度高五酸钾给孔雀鱼做药预超时所引发的问题 不单单是这些直接死掉的鱼 现在更担心后面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于是做了一个决定 提前淘汰一部分孔雀鱼 现在看到的是已经死亡和准备淘汰的孔雀鱼 养孔雀鱼的过程中淘汰次品鱼是在所难免的 像我养的这种断代体的孔雀鱼 淘汰率基本上是50% 淘汰的对象主要是没有断代表现的母鱼 和没有繁殖能力的断代体公鱼 本来打算在大鱼缸里的成鱼 接近200条时再淘汰 现在不得不提前了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已经有大批鱼死掉了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淘汰呢 这样鱼的数量不是更少了吗 实在事不得已啊 正是因为孔雀鱼出了问题 甚至都有可能出现团灭的情况 现在每一条健康或有可能救回来的鱼 都很珍贵 需要把更多的资源留给它们 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减少鱼缸里鱼的数量 鱼没出问题时 不淘汰是因为想尝试触及一下 养鱼密度的极限 现在已经不可能触及到了 这些终将被淘汰的孔雀鱼 也就没有必要再留下来了 不过这次认为淘汰的 还是以不能繁殖的公鱼为主 事故中已经死掉了 和淘汰出来的孔雀鱼就是这些 现在看起来不算很多 这样看至少有四十多条吧 随着水流的中刷 一切都结束了 就到这里吧 下次再见 随着水流的中刷